这台就是2015型X色仙探仓机的控制器部分 控制器的面板分为准备凳、高压凳、毫按凳和两位的LED显示部分 这个是实践选择的布码开布尔 这个是嵌幅选择的全牛 这个是钥匙锁 钥匙开罐防止无炒作的 这个是高压开罐 这个是高压罐开罐 然后这是面板部分 车板部分有连接电缆的插座 电源电缆的插座和一个两眼的保险室 然后这个是接地线的接地段子 这个是空气开罐连接电源的 现在把这个连接电缆插上 然后再把那个电源电缆插上 然后送往空气开罐 这时数码显示部分 正在那个自解 控制器处于自解部分 然后准备灯处于黄灯部分 黄灯现在是亮的部分 听见风鸣器响一声以后 准备灯变成绿灯 显示的是现在显示的是时间 也就是对应的那个波马开罐的显示 它俩是同步的 如果要是把这个时间调整变大或者变小的话 也是随之变化的 4.0就是4分钟的状态 3.0就是3分钟的状态 然后益智能调到最低应该是0.1 0.1 0.1就是相当于6秒 最高是5分钟 最高5.0就是5分钟 然后机器在首次使用 或者是超过48小时 未使用的情况下 开机应该先自动训绩一遍 自动训绩把那个波马开关打到9.9 现在显示数码板显示部分显示CL CL现在是闪烁的显示 就处于训绩状态 训绩状态 然后 调整签伏选择旋钮 调整到你想要训绩的位置 高端也可以 中端也可以 现在演示一下 就打到低端 因为打到高端时间太长 然后现在按高压开按钮 它就处于自动训绩状态 然后现在准备灯 由原来的绿灯变为了红灯长亮 然后 黄暗灯变成了黄灯长亮 刮亚灯变成了红灯 属于闪烁状态 现在属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也就是自动训绩状态 时间在1.2上涨 CL显示正在训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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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训绩完毕 C1显示训绩休息一时 时间再倒数